學小提琴,由最初姿勢,然後到左手怎樣去按音,右手怎樣拿弓或者拿弓 這些是基本的東西我們一定要學的 某一些staccato,一些發聲的技巧,比如vibrato 你要記住這些是工具來的,不是說你學了你每學一樣東西 就令你拉琴好聽多20%是沒有這回事的 你應該首先問怎樣為之好聽 如果對你來說好聽的標準暫時在這一刻是做對音準,做對節奏 沒問題,這個是你初步的標準,我很希望你真的很嚴格去聽 最怕的是你說得出音準和節奏,但你又不是音準和節奏 音準又不準,節奏又沒有嘗試去聽 如果你說不是,我覺得我的音準和節奏大致都可以 怎樣為之大致可以呢,如果真的要講一個分數 在100分裏面,你做到90分以上,我覺得這個是不錯 先生都說你音準和節奏沒問題,你做到了 基本的技巧,一包位三包位,vibrato都清楚了 不會因為你vibrato的時候影響到那個音準,就是你做到了 但你不可以整天以這個音準和節奏這兩樣東西的準確為不變的目標 要跟情感有關,你覺得這句樂句是很開心的 或者是某一種語氣,當先生告訴你這個是一個問句 你覺不覺得這個像一個問句呢? 如果你自己都未覺得這個,你所拘捕的這四個小節是一個問句 那你可以做些什麼,令到它出來變成,變得像一個問句呢? 我們說問句,在音樂上,通常都是有一點點向上的 其實好像我們問問題,我們問問題不肯定的時候 不論是英文好,廣東話好,其實都是有一點點向上的 是輕的,最後不是,你今天吃了飯味 輕一點的,比起句子的開頭 那這個就是你音樂上,你拉的時候要有的目標 其實本是什麼呢? 本就是我們要拉出來的東西,是講到一些故事 是有一些情感,是有一些語氣在裡面的 這個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也都是因為這一點,別人才會明白這首歌想說什麼 但是我們學琴的時候,我們不記得了這一點 我們就覺得要學技巧,越學得多技巧,越有用 而變成了,情感這一點,或者我們怎麼表達這一點 我們沒有機會去練它,學到一些技巧 這些技巧對我們來說是工具 讓我們可以去表達一首歌,表達情感 我們練琴的時候,多少要有一個大概 我們想要怎樣的音色,我們想這個樂句是怎樣 我們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只會說這個音不是很準 這個節奏不是很準,有點快 有很多指揮都是這樣的,不過很奇怪 最好的指揮呢,它是會將它的要求 和它所希望出到的聲音,或者那個情感 去講到給樂團聽 它不會說,這裡你還未夠快 那為什麼要快?快對你來說,等於什麼? 或者可能它都不記得了,或者不是很在乎 或者它覺得說出來,樂團都不明白 又或者可能它覺得,樂團的人自動應該要明白 整個樂團對它來說是一件樂器 那如果它想這件工具,或者它想 它是我們有生命的,我們不是機器 那所以它要講到它的想法 就不是慢無目的那樣 它說要我們快一點,那我們就快拉快一點 不是的,好像是快的那頭,慢一點 接著我們就慢很多 快來做什麼?快到怎樣? 快到怎樣是等於你以什麼來做標準 你不是以一個某某錄音的速度做標準 你不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是 lên心無中 如果你覺得很輕鬆自在 如果你要給一個柯子 幾快的柯子 哪樣的感覺對你這種感覺 對指揮甲來說 是等於輕鬆自在的嗎? 我好像是講了一下遠了 但其實你玩樂器 不論你玩的是小提琴 所以這個Channel 是否跟小大琴是否有關 我不知道有多少在看這段影片的人 觀眾都有彈琴或者玩其他樂器 你想要什麼的情感 你想表達到什麼 你想別人聽完之後覺得怎樣 別人覺得很突然害怕 最先進的電腦特技 最多的經費 最好的演員 最有份量的導演 然後再找John Williams去做配樂 是否將這麼多東西加在一起 就等於 會等於一出好好的電影 好好的電影是否這樣堆砌出來 有很多電影是這樣堆砌之下 但不知為什麼會變成冷氣 所以答案 或者關鍵 不是我們 學會到 多少小題的技巧 而是在我們所學到的技巧裡面 我們怎樣去用出來 是關乎我們 現在我們所有的東西 去做什麼出來 正如我現在拍片 我正在使用 都不是一些很先進的器材 又不是一些 完全有隔音的地方 我不是說你不應該學 vibrato 我不是說你不應該理音準 你那些仍然都要在 但是不要 不小心被這件事 當了 音樂 當了你的目標 當了你要最終想做到的東西 或者你做不到這些東西 就等於 拉不好音樂 我不記得之前的影片 大家有沒有聽過我講 有一個很出色的小提音家 有一個指揮朋友 跟我說過他錄過巴克的無伴奏 哇 那些音都離開了 但是不知為什麼很好聽 我不是很順 我也很好奇 我想聽一下 接著我就聽Anna School的錄音 我覺得那個錄音 是沒錯 當年的技術不是很好 但是不至於真的 極沙聲 質素 不至於這樣 是真的聽到的 很清楚 所以你也很清楚 聽到它是走光的音 還是什麼 但是 你是不會覺得沒有 你不會說 我說走了這個音 你走了這個音 你走了一句裡面 你走了多少個音 我不想聽 不會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 它有內容 它有情感 在裡面 不要因為 你覺得自己是 我只是初學 我學了小提琴一個月兩個月 我都未考級 我都未做這樣 未做那樣 所以我真的 我不知道怎樣 很難啊 這一刻 你未必知道怎樣才好聽 但其實 沒有人說到給你聽的 你唯有是多些聽錄音 多些看YouTube的影片 以及帶著一個 小小 批判 批評的 的一個態度去聽 不要照單傳收 尤其是當你聽錄音 錄得音的 Soloist 肯定都很好 好之中 為什麼你會喜歡這個版本 多過另外那三個版本呢 到底這個版本做了什麼呢 一定是有些事情 例如 很刺激 或者你感覺到裡面那團火 而其他兩個 立刻比較起來 好像 沒有來生氣 這樣 對你來說 你就知道 原來 所以 我拉這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我需要這樣 這樣的熱情 在裡面 再比較一下自己 有沒有 我覺得沒有東西 當刻表演 比那首歌還要更重要 比那個樂句 我真的跟你死過 如果 訓譜明明是寫著四個F 我真的 我拉到五個F給你 訓譜寫著四個F 你竟然敢拉一個F 訓譜寫一個P 你竟敢不拉兩個P 我希望 今次這條片 是可以 給大家 多些想一下 好聽這件事 好聽不是一些 好 表面 見得到 聽得到的東西 如果你以這件事為你的目標 你拉出來的東西 就算是 就當你做到的 做到的那些技巧 它會沒有感情 就算你聲稱是有感情 放下去 都是很膚淺的感情 你要試一下去 問自己 這一首歌 對你有什麼 關係 能不能夠令你聯想起 某一些東西 可能是 以前的東西 或者以前的人 有一個人 喜歡 有一個人 有 會 可以 是 有